這次我見到很多網上的陰謀論還是評論 其中一個關注點是,為什麼突然之間這麼多人擠提、拿錢 那些傳言從哪裡來的呢?是不是有某些勢力造成這麼混亂呢? 不需要的,為什麼呢? 反而唯一所謂要入數,勢力造成很混亂,極其量說聯儲局而已 加息加得很密,加息加得很急 他面對一個很機械性的抉擇情況 美國的通脹率很強,失業率很低 失業率很低,也就是說 他計算出來,有一個所謂實質通脹,不是虛漲,實質通脹 如果他要維持你的經濟,不要過意 通脹不要太高,六、八、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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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所謂最優惠政府的底價利率應該定多少呢? 你即時計算到 如果我的利率比通脹低低,那就是負利率了 負利率就是鼓勵你膨脹了 你不是對付通脹的 就是因為數據顯示你的所謂實體經濟是刺激的 技術上也不能加息 否則的話就變成負利率 你變成負利率的話就鼓勵你通脹,惡性巡乱就是走不掉 所以今次聯儲的加息加得急,加得快,加得大 技術上來說,你不能說他錯 但是那個惡性巡乱的後果就是 其他看著美國的息口 來做生意的就出事了 美元就很強,因為息口強的嘛 香港現在就慘了,香港不是經濟好 問題是你掛勾了美金,你加不加息? 你加息在供樓的那些人怎麼搞呢? 明白嗎? 要不想牽一塊動全身的 香港的聯繫匯率走不掉,你不加息不行 但是其他國家都不能夠加息不行 因為如果你美國政府出了債券給你 不用任何風險 按照正常的理論,美國政府不破產 沒有風險的情況下,你賺4厘 為什麼要放在有風險銀行裡面賺2厘 自然會多錢走的 所以那些擠題就像這個爭凳遊戲一樣 誰先走誰走得快,下一個就出事了 因為你賺錢放在美國政府的東西 問題是你賺錢走到銀行本身就不夠錢了 銀行又不去,第二間銀行就賺錢走 然後又是惡性循環 所以就是那個音學語的遊戲 看你賺得多快而出事 所以其實全世界的東西有一個 你的說法是沒有錯的 現在全世界是綑綁在一起,你不讓獨善其身 剛才你講到聯儲局加息這件事 其實有沒有可能事前有一個比較好的溝通 又或者是 經過某些困難才會做這些決定呢 因為剛才你講過幾次都很急 但是總會有些人有些信號 那為什麼不會事先有一個 可以做到呢 因為要考慮聯儲局的功能角色問題 有些事是真的 因為你不是一個所謂計劃經濟 美國聯儲局的定位是甚麼加科 他主要其實好像香港這邊 金管一樣 他有維持美國的金融穩定和經濟穩定 他不是想你出事來加息或者減息 他優先保護所謂國家利益 搞清楚這件事 其中一件事確保你不要 所謂轉空子 玩反手 玩對沖 破壞他的影響力的話 他永遠不會預先說他做甚麼 明白嗎?這是出口戰術的問題 其實很多任的聯儲局局長 從90年代開始 都已經看到功能角色轉變得很大 在於 他基本上可以一手 凸殘你的市場 就是他要你的市場上和下 他是可以通過這些很簡單的市場工具 例如說你加息或者減息或者增加你的貨幣流通 賣多點債或者賣多點債 影響你的基本經濟 在這樣的情況下 其實他真的要越殺你 措施不及 如果你預先已經有辦法知道他在做甚麼 預先已經說好了他會做甚麼的話 你一定叫他長腳你一定打劫的你明白嗎? 就是說如果知道 明天一定加息 那自然股市就下跌了 我今天還不狂沽你的棋子 你明白嗎? 你不想那群大鱷興風作浪的話 你就一定要比那群大鱷 而比那群大鱷唯一的方法 就是保持神秘 保持神秘 你才會比那群大鱷 因為他能打劫除了大鱷之外 他的盟友都會罵 常常都是 會自行又加息 然後又不管我們 但我們又幫你找別的錢 是不是應該談談 那應該怎麼回應呢? 其實 也是那句 就算在歐洲央行做的事也是一樣的 英倫銀行做的事也是一樣的 任何主權國家 或者任何這個所謂主權的經濟 他必定是會自己的經濟利益優先 那所以為什麼有些時候 把口就抹到九彩 但是你國際關係都明白甚麼事的 大家 主權就是這樣了 一定要這樣做 你不做反而不對 所以即使美國優先照顧自己的經濟利益 歐洲不是嗎?英國不是嗎? 除非國際金融協議 讓大家有一定的共識 這也解釋了一件事 後來一點 為什麼英國從來都不肯加入歐元 現在明白為什麼 爭取了很久 搞到最後 都要脫歐 作為一個完結 因為當你放棄了自己的金融主權之後 你的經濟主權怎麼搞呢? 而你的經濟主權影響很多東西的 你的國際民生國防全部息息相關 歐洲走向統一其中一個很重要的課題 九零年歐洲就是學這件事 他搞甚麼統一方式 就是說你如果要一個所謂統一的政治行動 一致的話 無可避免你的經濟行動都是一致的 所以為什麼當年歐洲搞了一個 歐元區這件事出來呢? 每一個歐洲的國家中央銀行 都有很多事綁手綁腳不能隨便做 例如說你不能容許通脹失控 又不能容許你的國家的預算赤字 太大諸如此類 有很多就是他不是直接干預你的 本土的政策 但是你的本土政策如果不能夠符合 投入歐元區的政策要求的話 他就踢你出歐元區 所以這是息息相關的 走不掉的 政治經濟真的是息息相關的 這單稅銀買稅信最即時的影響 是甚麼呢? 是裁員 接著還會有連水效應 還有其他去倒閉 你會估計還會發生甚麼事呢? 暫時止血夠了火先 因為先前那個週末 大家都不知道發生甚麼事的時候 大家都在拋銀行股 今天公佈了 早上公佈了 星期日晚公佈了 收購完成了 知道誰有損失 很重要 又是鬼嚇人 看不到他的樣子 你看到鬼是不害怕的 所以在收購合併方案出台後 大家即時計算了 你損失最慘的是 瑞信股東 百地遊王 不是普通老百姓 第二 瑞信 AT11級債券 全能歸零 國富券不會歸零 其他銀行 AT11 有這麼多的 大家要小心點 但如果不是那隻 你真的有其他 所謂的 儲備 安全 就不用害怕 還有你發覺瑞士政府 是倒閉錢 在UBS 瑞銀那邊 確保你收購了 去管理的爛攤 之後 你自己不會說 因爲這樣而 變成銀根短缺 所以那個年代 骨牌效應 就在UBS 瑞銀那邊停了 你明白嗎 所以變成這個動作一出了 夠忙之後 你就發覺 又定了一點 正如上個星期 你這個 矽谷銀行出事的時候 大家都害怕的 25萬補不了很多人 政府不是出聲 所謂銀行 保險基金不是出聲 然後其他銀行 一起借錢給你 小銀行解決問題 都是在救火 所以經一事掌一致 你發覺這次 美國人的救火速度 歐洲的救火速度 是遠遠高過10年前 歐洲的金融危機 遠遠好過 07、08年美國的金融危機 看得到是改善了 我想問一個假設性問題 如果那個歐洲活 談不通 真是國有化的話 那又會發生什麼事 都有機會指到陣痛 但是那個陣痛的後果 會不同 就是說 如果有機會 銀行出問題 被國家收購 國有化的話 那你股東就肯定 就變成 炮灰了 那個影響是另一種東西 就變成大家可能 即使對你銀行存款有信心 但是對銀行 股票沒有信心 你銀行的價值 一樣會插水 你融資也一樣會困難 在這樣的情況下 都是一個惡性循環 小銀行會有機會出事 就是這個意思 剛才你那個說法 反正全球 經濟就是這樣捆綁 美國就是加勢 所以 類似危機還會不斷出現 所以下一波又會在哪裡 你不敢猜 你見了美國那隻軌 你見了歐洲那隻軌 遙遠的東方 就很大的 大家看不到 你看看30年前 日本迷失20年那個年代 日本其實出過事 但我發現日本沒有爆補 原因就是有很多國家 本身的基礎 日本的個案 是 未老先富 藏富於民 政府窮 人民富 怎麼也死不去 美國說他經常出事 金融風暴 每隔幾年都是一個金 但是他是自由經濟 所有投資人 自己心裡明白 你自己買錯東西 不要怪人 不會形成一個 很嚴重的社會事件 政治事件 很快就會過 會恢復得到 真的是經濟問題 歐洲也是類似的情況 歐債危機之後 歐洲央行都收緊了 歐豬那幾個國家 出股話 亂報數 亂讀數 就是要你 減少這個預算 所以法國通過了很痛苦的重整 意大利 西班牙 希臘這些國家 基本上是 上回正常的經濟軌跡 是辛苦 是萎縮了 但是你不會破產 所以他們通過了資本主義的方式 去調節 而每一次出事都吸收教訓向前走 反應又會再快了 那會不會不再出事呢 不敢說 永遠有機會出事的 但是出事的時候就正如剛才所說 你懂得買保險 有消防隊 如果你不搞定的話 你就沒有辦法進入文明社會 你明白嗎 城市化你一定有消防隊 你沒有消防隊你做不到城市化 說完就明白嗎 所以這個文明的門檻 就是你到底有沒有所謂救急的機制 防護 互相自救 以及更新的機制 有沒有這些東西 有的你就可以進入一個現代社會 問題是有些人很迷信 自己制度自信 覺得沒有需要 我說你不准破產 你就不准破產 說不准你擠提 你就不准擠提 指令式 當然短時間之內 你可以覺得天下無敵 問題是有一句 你把風險都收起來 你怎麼消化 變成最大的不確定因素 就是某個嚴遠東湯的大國 你不知道他的數字是甚麼樣子 正如上次跟你說現在又在守緊 又要收稅 又要增值稅 你不知道他搞甚麼 所以他以前環境好的時候 他可以通過增長 或者經濟成就來蓋過很多問題 但是反過來 你開始走下坡 開始萎縮 開始重組的時候 你的歌仔還敢唱 不敢說 如果你要比較另一個又不中又不西的大國 俄羅斯才算 其實是西帝 俄羅斯的個案 不同在於甚麼 他的很重要的資源是自己充足的 糧食 原料 原材料是充足的 因此他不會說因為打仗沒有外匯就會死掉了 他不需要花那麼多錢去買 石油不需要花那麼多錢去買糧食 他自己有 他輸出的 所以在這樣的情況下 你又有得吃 又有得冬天有暖氣用的 有來開坦那車 你基本上不會死得太慘 但是對於任何一些國家 其實資源不太豐富 能源自給自足 糧食也可能還要靠盡 好 在這樣的情況下 你的國際收支平衡 和國際經濟關係 是很敏感的一件事 所以現在的情況 大家都沒想到如何處置 萬一如果某個遙遠東方的大國出現 嚴重金融危機會發生什麼事 大家都不敢猜 因為太恐怖 有些朋友會擔心 這次 危機會波及到 這個大國 會不會買了其中的東西 會不會慢慢就已經燒到自己 連環選火燒 現在是沒有這個跡象 其實 其實最有趣的是什麼呢 就是這個東方大國 有很多數據是國家機密 如果我會告訴你的話 國安就來拘捕我 OK 我簡直不認我自己會 不知道 最好 因為你實在有多少錢在手 他有多少外匯在手 黃金 很少 黃金數到全世界 到處走 貿易比較公開 大家知道 問題當他這麼大的 所謂外匯儲備 三萬多億美金 剛才發表了 當中差不多三分一是美國政府債券 另外還有其他日本債券 歐洲債券 很多債券在手 也就是說你不是拿現金 你用一些類似現金的東西 來維持這個流動性 問題是你入帳的時候 他按帳面入帳 剛才所說的 就是Mark to Market 會不會縮了水 你不知道他不報呢 他沒有責任說你知道 主權國家 國家秘密不說就不說 另外就是外貿的情況 到底是不是真的 日不夫之 他不說 你來他不和 看到一個很有趣的跡象 現在反而跟俄羅斯越來越走得近 因為兩個最大的外貿 產品 必須要靠進口來維持 俄羅斯可以滿足到 糧食 以及石油 現在主要 俄羅斯出口就是中國 看到的 所以這個一拍即合的東西 習大大還叫做有辦法 可以處理到 但是如果你說 這個金融風暴 真的殺到來 不是在於他買不買 外國政府什麼債券 刺激了幾個大風險 手頭上用來 拉爾維生 賺錢還債 債的 什麼家科 你明白嗎 如果他賺不夠錢 還債的 你借的債硬少 一元你都可以破產 你沒有錢就沒有錢了 那他拋什麼來賺錢呢 你是外貿 如果美國佬現在經常 科技抵制 貿易制裁之類 外貿已經萎縮了 你沒有以前賺到那麼多錢 如果你的投資環境惡化 好像光頭佬 上星期說 我很害怕 你拿錢走 又不讓我走 那你就唯有 資本帳外匯管制 不讓你租錢走 就維持 你這麼多外匯 在那裏 問題是 錢不是你的 是別人的 你阻擋別人多久不拿走 所以最簡單的就是 割韭菜 你中國裏面的老百姓 不能隨便拿錢出來走 他們用很多的 古靈精怪行政手段 就維持不爆 而你也沒有辦法知道 它什麼時候會爆 因為沒有數據給你看 大家就密切留意 一件事 明天就好像恆大的 債權方案出台 大家密切留意 因為中國地方政府的 財政收入主要靠賣地 這又是一句 全世界的 綑綁在一起 如果恆大或其他地產公司 出事 你地方政府 沒有辦法 再用賣地的招 來維持周轉 維穩費就花很多 防疫就花很多 其他形象工程 基建 高鐵到現在還沒賺錢 很多東西在燒錢 好了 你如果兩頭都縮的時候 就好像外資 拿錢走 搞劑 其實你的情況 跟瑞信 差不多 你蓋了多久 沒人知道 唯一的說法 就是大到 蓋來蓋去 還可以蓋日 沒話可說 100年後才繞到一個圈 你很厲害 問題大家猜不到 這是最大的不穩定因素 明白 所以我們簡單總結 剛才你的分享 你覺得在歐洲美國 其實都可以救到火 都不會再燒下去 基本上是穩陣的 相對 相對 相對最大的不穩定 就是看不到的東西 那些 出現的結果 可以 差很遠 究竟是多好 還是多糟糕 大家都不知道 這就是未來 一個最大 市場的不穩定性 我這樣 你剛才所說的 至於你的警告 有多判斷 也不方便說 大家只行 有意志行議會 這就是最後 最後的 很多行家不敢說 你明白為甚麼 免得國安的朋友太繁忙 OK的 平安穩定是國家安全 好 我們今天談到這裏 謝謝 謝謝 有事隨時問我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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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